说点闲话,讲点故事,倒点常识 咱不想惊人,也不想吓人 各位听了,会心一笑,咱们相望于江湖 一鸣不惊人,欢迎收听 我是张鸣,一鸣不惊人,今天接着开讲 今天讲的题目是警察抓记者 最近有些记者上甘肃武威去采访 但是他们都失踪了 其中有一个兰州晨报的记者 被检察院起诉了 说是他当时抓的时候是说他嫖娼 现在起诉说是说他敲诈勒索 总的说是被抓了 而且现在看来要定罪了 为什么从嫖娼变成敲敲勒索呢 就是说可能开始的时候呢 人家给他下套了 但这个套下的不是太高明 所以说呢,后来觉得发现不太好 然后就改成敲勒索 总的来说警方是花了很大力气 花了很大力气,什么意思呢 就不让他采访 其实好多记者失踪 好多记者被抓 就是因为这个当地地方政府 不想让他们采访 其实这个事也不是什么新线 这个抓记者或者是不让记者来 县的记者 在中国这几十年都这样了 很多地方 我觉得有一年好像辽宁一个县 还派警察到北京来抓记者 闹得很大 至于说什么把记者关起来 把记者给软禁起来 不让跟当地人接触 不让他们采访 这种事是比比皆是 防火防盗防记者三方 这是地方官 包括一些单位领导的这种原则 他们的原则实际上就是 家丑不可外扬 说白了吧 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没干多少好事 如果干都是好事的话 可能大家就不会这么 就是不会这么没自信 老是怕人家说 怕人家说 当然如果记者说 事先来声明说 我是来报道正面消息的 听你们宣传的 当然各个地方都欢迎 好吃好喝好招待 早的时候还送土产 还红包 红包多大就不好说了 反正但是人就怕你 人就怕你这个不声不响的来 你报一些那种 他们不高兴的消息 有些时候也未必是负面消息 有些消息 其实可能跟地方政府 也没多大关系 但是呢 人就怕你说这个事 就怕你报这东西 就不想让你报 就特别不想让你报 不想让你报 当地的媒体就不用说了 你根本就别想说 办地方 就这个当地办个不字 你就跟不想说了 外地的记者 那也不行 也不行 就是一定要防 严防 这个有一度 我觉得好像 还出台过这样的禁令 说是不许这个 什么一地监督 什么的这样的 总的来说 这个媒体监督 这个事呢 就说实在的 在中国是一个 切身未明的事 就说 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啊 这个压力来这个地方政府 要政府就是 他就不想让你把消息 透出去 我什么消息都不让你 透出去 那么 我 首先 我是要严防 内部的人 往外说 你要是跟记者 透露消息 这个是 是大忌 大忌 尤其是你是 你比如说知情人 你是国家机关 公认员 如果你也跟记者 透消息 那是大忌 如果被一旦被发现的话 你肯定 你这个职位 就不能再保了 那么第二呢 就是说 如果记者 来了 第一时间掌握 然后把他们控制起来 不要让他们 软的就是 不让他们 去跟这个人接触 就是你不能进 任何个采访 什么采访人 都会给你挡住 挡住 更严厉的 就干脆把你关起来 就把你软禁在那 再就是给你买个机票 或者买国家票 给你送出去 李兄出境 反正总的来说 是 不能让你去 当然更严厉的 就是抓记者了 就抓记者 给你安个罪名 比如嫖仓什么的 然后让你 真给你判了 真给你判了 或者是 或者是 或者是用一种 敲诞勒索罪 我记得好像 那个刘虎 曾经就是 以这个罪名给判的 不是给受审的 最后没判 最后就给放了 但是你 他不判 不等于说别人不判 此地不判 不等于乙地 其他地方不判 总的来说 这个地方政府啊 或者丹北林老师 特别特别害怕 这个问题 就是 他们 就是害怕 就是不允许 把自己 这个内部的消息 往外走 那么 这个地方想办好 这个地方想把这工作做好 对吧 他也难免 因为 因为什么 什么地方 都难免有什么负面消息 都难免会出一些问题 什么地方都如此 什么单位都如此 你不可能说 你的单位 好得一塌糊涂 就好得跟花似的 除了皮尔梅巴拉 这么好 也不大可能 肯定会出问题 那么出问题呢 人家爆了 其实是对你是一种 一种警示 一种警告 一种鞭撤 你改好了 不就完了吗 但是我们的地方官 不这么想 我们都觉得 这不能说 千万不能说 能捂就捂 一定要捂住 那捂住以后 怎么办呢 那捂住以后 那个事处理不处理呢 那坏事处理不处理 我们在内部消化 什么叫内部消化 其实很多事 包括很多 骇人听门的事 它都可以内部消化 这个大事 化小 小事 化无 给你按着里头 无声无嗅 没了 处理也处理了 但是这样的处理 它会不会 会有助于 这种事实的解决呢 或是不是会有助于说 我们把以后事情工作 干得更好呢 肯定不会 一般的就内部处理之后呢 实际上就是孕育的 下一个事情的来临 下一个恶性事件的发生 就越来越恶 越来越不像话 就总有一天 这个农包是会鼓的 农包鼓的时候呢 是大事了 但是我们地方官 一般的都是任期制 说实在的 只要在我任期那 我两三年不出事 也就拉倒了 下一阵 整个下一阵出事 事哪怕比我现在 事更大 大一千倍 一万倍 我管不着了 那跟我 跟我没关系了 所以呢 大家都是这样 德国窃过 就是德国窃过的 这个不二法门 就是家属不能挽扬 能把事按住就按住 能就是内部软消化 比如说我先给你软禁起来 给你好吃好喝招待起来 给你挡着这个宾馆里头 记者不让出来呀 或者干脆给你 给你别哄带骗 给你赶出去呀 就是软的方法 一般都是用这种方式 这种方法如果不行 破口称州了 就像干出五非这样的 干脆就给你 派警察 给你抓了 早就给你抓了 然后已经校优 你看了没有 我已经给你抓了一个了 送审了 以后你们还敢不敢来 看你们还敢不敢来 其实这事呢 我觉得五非方面做的是很凑的 很不明智的 这事没有按住 大家明眼中明眼人一看 就是扯淡 就假的 记者是不可能 怎么 人家还没怎么地呢 你就说人家就把罪名给他扣住了 然后呢 事闹大了 惹出来了 忍出来以后 最明显的一个效果就是什么呢 这个五非的这个书记 这个市委书记 被人家人漏了 什么人漏呢 网友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不知道他什么事 但是发现他带了一只好表 貌似是好表 人家开始人漏他这个表 那么当然我知道 我们知道 地方官一旦被网友这么人漏一把的话 他的促进一般都不是会很妙 也就是说 这个五非 五非这个书记 也惹上麻烦了 他惹娄子了 引起民愤了 这个民愤虽然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民愤如果足够大的话 你这官又不足够大的话 那也是个 也会 你也真的有可能会出麻烦 真的出了麻烦之后 上次也不一定会保你 他肯定会把你牺牲掉 所以这事呢 警察抓记者 其实这不是一个好事 我希望下次 应该不会再有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